要公鸭孩子 我要健康上网 买呀都 养果炸 卡 你以为 水果变成果之后 还是健康食品吗 当然了 都说的都是精华啊 大面 扔掉的才是精华 水果的营养成分 主要就是维生素C 和膳食纤维等物质 我本来 把它们精心包袱在 果肉里头 可变成果之后 果肉被破坏 营养成分也遭了养 维生素C 被空气氧化 流失率30%到80% 残食纤维 炸成残渣 流失率高达90% 好 我都 带你赢果炸 卡 果汁喝多了 还对身体有害 因为它里面有 油理糖 那是什么呀 那是一种能让你 快速吸收的糖 对身体不好 你自己吃过 就没带了个防线 我的散死纤维 有个大本死 困除糖分 那个样子 你就能慢慢收 但水果变成果汁后 膳食纤维都被破坏了 这堆糖就撒了混 成了油理糖 会害健康 而且果汁用的水果多 含糖量更高 一杯330毫升的橙汁 含糖量大约33克 和一罐可乐差不多 早就超过了膳食指南建议的 每天25克 那我还能喝过字吗 能 一点点 我是小摩 你的粮食科普大师 小摩 感谢观看